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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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冠華 為你做現場 那麼這個行情看到了1萬4 始終裹足不前 那麼這幾天都是在圍繞這個 1萬4這邊在跑 今天開了一個轉折的二高盤 能夠迅速下殺 能夠邊洗盤邊拉上去 目前已經攻到13982 距離1萬4只有18點之搖 很快就會到 這個看起來是一定會到 因為這個很明顯 但是問題來了 所以說到了1萬4 很多股票是跌的 這個是大家比較頭痛的問題 那我上個禮拜就跟大家講 這個叫做強勢整理盤 這從這個盤是就知道了 從13951打下來打不死它 那下週就會衝關1萬4 對不對 這很正常的現象 現在目前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的盤面的主流在哪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盤面的主流就是 我們先把它切為一半 很多股票還是跌 跌得很兇 這個有的股票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整個行情的重點 今天整個重點還是擺在台積電 2330的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是漲了8.5元 大概指數淡了大概 指數淡了到70點左右 那以目前來看 現在指數是漲了這個96點 那甚至27點就是別人漲的 那再加一個聯電2303 這個也小漲 但是今天漲的這個還那個 最主要是今天漲的整個 都是在景氣情況股 景氣情況股這邊圍繞 所謂景氣新聞就是大概 一般來講就是很 以前很慘的面板股 低論股還有以前的太陽能 這個算是景氣新聞股 這個是三大產 台灣的三大產業 是很慘的產 低論股 低論股這一次 由其黨股票來帶動 包括2337的萬宏 這個今天帶動這個很強 你看沿路的上來 幾乎可以說是愛到最高點 然後再來是2408這兩檔股票 這兩檔股票就是這個代表 另外華邦電2344今天轉強 昨天開始轉強也是兩支 這種股票就是漲一段 休息一段再漲一段 萬宏是比較強 它漲一段以後 它強勢整理再攻上去 今天可以說是到最高點 41.9年 那麼以這個低論價格 因為在第三季的時候 低論價格是下跌的 所以你看它第三季 我看第三季的時候 就在低檔 包括從7、8、9月都在低檔 這表示低論的價格 到11月的時候才開始大漲 就是因為一估明年 這個低論的這個 no fresh year 有可能再漲價 足跡漲價 尤其是黃蟲人 以前第一經的黃蟲人講說 這個低論可以說切貨到極點 所以以這種情況 然後帶動了低論模組 3260的帶動 也拉到 也是很強的拉到 其實這張股票 我在這邊我就跟大家講過 這邊我就跟大家講過 這個低論模組 應該是有行進的 對不對 然後我再來 它會帶動 那今天一定很多人是講2451 今天一定很多人是講 因為這個搶大家都是搶這個 這也是低論模組 一定是搶 一般投資人會這樣做 看到哪一個竹琴搶也對 因為現在目前就是這樣做 那長線的話 這個應該 因為這個12月份 從明前會來做這些股票 為什麼 它是景氣循環 景氣循環剛剛從谷底翻身 估計明年的這個EPS 估計明年的這個GDP 至少4%以上 甚至於台灣有可能到6 6個百分點 所以這些景氣循環 夾的可能會漲價的情況之下 沿路的上漲 我們再來看一下 像這一次的中美金 易金突起5483 這個也是易金突起 昨天竟然爆大量 今天照漲給你看 把昨天的高點再創新高 那是因為6488的關係 再創新高 這支股票真的是 讓大家嘆為驚奇 600多塊的股票 短短時間漲了200塊 因為其實這種股票就是 也算是景氣信用股 中美青我去年我賣到150幾塊 然後一路大跌跌跌很慘 5483 這兩張股票 在幾年前我賣在這邊 對 我賣在這邊 跌跌前年 跌到47塊 然後再沿路上來 再跌一次才上來 以前我在做中美金 我是行家 因為我了解中美金的內容 它就是一個控股公司 這一次它還買了一個 叫做8086的紅捷克 今天也表現再創新高 前幾天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時候 當它130的時候 130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這個沒有投資 以那一天來講 我說沒有投資價值 因為那一天的5483 是120 我說這個比它好 怎麼會去買那個呢 果不其然你看 沿路的上來 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個 漢華隊很重要 買對股票更重要 現在目前來講 真的是買錯股票 真的不容易賺到錢 那今天有8086所帶動的3105 這個是5GPA的部分 PA的部分 這個是生化價的部分 然後包括2455的前行 也拉到上天板 這個是很強 所以整個族群 還是圍繞在5G半導體 這兩塊 那歷年的這一塊 本來我也是看好 但是這個是明年的事情 包括了6443 其實它這樣勉強做 也高點有限 然後包括了6277 6477 這個我就懂得賣 我這一次真的賣得很棒 我賣到67塊附近 67塊附近 我跟大家講 55塊5毛 55塊1毛這個跌破 就是一個買一天 55塊1毛跌破就是一個買一天 55塊 我58塊1毛再買 上去這邊賣掉 全部出掉 用兩天的時間 全部把它賣掉 到這一天還到67塊9 三天前 就是上個禮拜五 還在67塊9 我說再花最後一次通知 還有這一檔股票全部賣掉 全部出場 因為這個太陽人這一塊 到冬天會比較差一點 另外就是它先跑 整個景氣 它算是景氣循環國裡面的太陽人 是可以說天殘在變 像6443 你只要仔細看 它從5塊錢開始漲 漲到漲9倍 真的漲9倍 我是在這邊切入的 我當初切入的原因是認為 它這邊有大的人在吃貨 大隻的在吃貨 所以我敢切入 切入了以後 從20塊漲到40塊的時候 我感覺這個地方要先 40塊多 我感覺大概要先出一趟才對 我說採取這個 宏高調節的動作的方法 先把它做調節的動作 因為你不調節的話 它漲得蠻多的 我就拿這一張給大家看 從這邊它進貨 從10塊錢進到20塊 然後邊拉到29塊 29塊半我這邊 到27塊這邊大量的加碼 上去40塊6毛我就開始賣 就開始賣 合理說應該爆大量才會霸跌 結果它沒有爆大量 它這個量還不夠 那表示這個量還不夠 不夠大量 表示沒有出脫完成 後來你看它回頭再來買 回頭再來買又把它拉上去 可是拉上去的這邊是硬拉 因為現金政治的關係硬拉了 現金政治的關係硬拉的話 我個人認為股票不是用拉的 要順其自然水到其成 股票是 價格是由市場來決定 市場上聰明的前去追逐這些股票 當然因為現在資金多 然後又有景氣 很多人看到便宜 這次是3409 這個叫做友達 它慢慢漲慢慢漲 前一波漲了 爆大量 表示有心能進入了 再給你殺下來 讓你真的昏倒 然後它再重新再把它買上來 沿路的上來 包括了3481 也一樣的拉上來 這個都是很強的股票 這些都是很強的股票 包括了6116 6116也是很強的股票 但是這一段股票真的不好做 我記得我很早的時候有買過 買在這邊還是 上來我賣掉 下來我就沒有再買 沒有想到它會不會長這樣子 我比較看好的是勤創 3481 因為鴻海買得很貴 鴻海那時候買奇美店 平均買三十幾塊 為了要面板 它要在面板這一塊 包括了買這個奇美店 還買這個Shop 三寶 Shop 日本的Shop 都買得很高 高價位的 但它買高價位 很奇怪 這一次的6488 也是跟人家買很高的價位 也是溢價市值7%跟人家買的 可是它是大漲 這表示什麼 經驗這一塊 要擴展很難 尤其這一次的No Flash 大概就是8吋經驗廠以下才做這個 12吋經驗廠不做這個 那8吋經驗廠幾乎都 像台積電都老早就賣到 賣給中國大陸那邊去了 所以很少再做這個8吋經驗廠 所以一景氣一好 這是No Flash 尤其是汽車用的 這比較低階的 都OK 都變成 這一次真的是 旺宏你會想到嗎 你會想到它會長成這樣子嗎 華盲電 這個是比較落後的 這個比較落後 它長兩三次以後就會休息 這個是算落後的 這個厲害還是2408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這張股票 一漲一花不可收拾 還不用外資大買 就漲上去了 所以這裡的操作真的是 不容易做 說良心話 我做老實話也說不容易做 大家不要收拼 說你多厲害 我跟你說 要厲害 只用唱的最厲害 真的不容易做 你買 因為我們大家資金 是一套資金 你買這個就不能買那個 你那個沒有賣 你根本沒錢買那個 那一般的人都是買很多 秋頭四五十多五六十多 這麼多人這樣 你就社會標 社隊就是它的 就是很簡單 那因為股票也有輪漲 這個假如說多買一些好股票 也是OK 但是問題 投資人你有那麼多資金嗎 應該沒有那麼多資金 大家不要受騙 大家都說他資金這麼多 我看很多人 確實也是買很多 來參加我的會員 我看他的股票 二三十漲三十漲 很多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這樣買股票會賺錢嗎 用根本 現在的股票跟你以前不一樣 現在大概是10%到20%在漲 30%到40%在盤 30%到40%在跌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指數 所以你看到指數 滿四點 還拍手 我講指數是最準的 市場上講指數最準的應該是我 沒有找第二個 我跟你講這個是講真話 不是我自己在褒獎自己 你看 我上個禮拜就跟你講 會衝關 我一步一步都跟你講 然後我這一張給你看四個月以上了 14066會來 這個東西會來不是我今天才講的 我上節目以來 大概在今年以來 那個報復52%的反彈 我就在講 講這個計算方法 這是我99年寫的東西 這個2018年會到11250 結果差20點 這個14066 這個已經寫9年了 太高你了 老實說你也擁有 又高你現在在中 可是2018年 我是說知道 這個會衝11250 算得真的很正確 真的很準 差20點 這一次 好了 今天假如說 他們真的沒有到14066 假設 也差67點而已 9年前預估的 算是滿準的 而且真的用這個 這個可以算出來 這個才叫做真正的波浪理論 真的才叫做波浪理論 你每天在那邊追逐 矽微波賺不到錢 真的賺不到錢 而且你看今天有些股票 漲的股票 都是一些比較 你常常少看到的股票 像晶電它是股漲 農達這個是 有些股票都是一天行情 幾天行情而已 這個沒有什麼用 你想想看 回頭來看這一些股票 哇 有的真的跌得很慘 像這個凱益 這個千元賺很多錢的股票 今天一票一架鎖死 你看很恐怖 所以也有這種股票 尤其是KY的股票大家要小心 真的KY的股票 真的要小心 KY的股票往往 就是成為嚇死的對象 像前幾天我有上一個節目 人家問我說這個淘地 淘地如何 你不要看後面 上個禮拜上節目 你看這個節目 甚至底部完成 大跌 結果啪下來你看 我說這個 我那天問答說打X 我說這個不會跌 因為股票真的會 反映在技術面上 所以我在沿路的跟大家講過 我在技術面上 我始終保持一個客觀的態度 來看大盤 看大盤 用K線 用金線判多空 用量價關係 用KD指標 你看它的金線是空投排列 既然是空投排列 當然是不太好 一定的 這不用懷疑的 這個大家都不用懷疑的 一定不太好 是不是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有時候股票到高檔 也要懂得賣 跪出如混土 下來要買再來買 你假如股票真的是展不動 一直跌 歡迎你參加我的LINE A 小老鼠莫無魚留寶 股票不要買太多種 我都是無檔以內 像我今天在指數上 我也有出股票 我因為我出股票的目的是 因為它這樣衝關下來 衝關下來 衝的時候我買 下來的時候我再來買 用這種模式 反市場操作 這樣可以利益不敗之地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謝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02-2351-6168 摩爾堅持用心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二 Do you want more What come to more 歡迎買點 02-2351-6168 02-2351-6168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行情總是在大家意料之外 往上做攻堅 像我上個禮拜我就跟你講 這一檔股票叫做望虹 我36塊買的 我也是買很高 但是我用技巧買的 2337 我是回跌以後來買 回到這個無日限財來買 根據這個葛萊比八大法則 我認為他會上上去 那你今天就不要去追了 今天可能就是愛到最高點 有可能的 本節目 這個 只就技術分析 不做股票的推薦 其實現在指數等到這邊 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就是說 大家找一些 財報三立三升明年會漲的股票 來做布局 你就不要怕指數的漲跌 那真的要把技術分析好好的寫 空頭排列的股票 或漲高的股票 不要隨便去買 真的是亂買的話 可能就會套牢 其實股票 像我介紹 我都有跟大家特別經歷 像3374 它到了 到了一波 如果幹到底 你就不要再隨便去找它 2615 一樣 這個就會下來 然後2387 像這張股票 我以前在做的時候 我做這一波 做完我就不理它了 你看 我做一波做到了 八月份我做這一波就完了 我就不要理它了 把資金找去做別的地方 那我們再看3017 齊鴻一樣 我做一波完以後 我就不做它了 你現在在買這些股票 都不會賺錢 但這個等到回檔以後 3324 台股的特色就是 各股的位階不同 像這種創新高你去買 就套到了 現在再殺你看看 我就跟你講 這個會到季線 會到季線 因為這是明年的股票 明年這個還有一波 然後4968 立即 我也一樣 我350以上 我就跟告訴全國的投資朋友 要趕快賣掉 股票漲多了就是要賣 6279 我們再來看一下 伏聯現在還OK 3680到300 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價位到300 你要小心一點 6477 一樣 我做最後一趟 我做完了我都公開的講 為什麼 我怕說你去買 然後6443 很多老師他也不管你 賣掉我也跟你講 後來這一趟我真的是沒有做 所以你以後只要套到 嚴經的人 你不能說我沒有跟你講 我都有跟你講 握有嚴經的5522 現在才在漲 在補漲 叫做嚴雄 他握有嚴經 他投資人 你看他現在在補漲 現在才在補漲 然後我們再來看2388 王血紅的 這個也很強 但是股票有時候高檔去搶 總是比較辛苦一點 大家要知道 高檔搶股票不太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一檔股票是昨天創新高的 昨天創新高今天就拉回了 我有一個新加入的會員 他也是買很高 他也是買在高檔下來 我昨天帶他出去 帶他出場把它賣掉 賣得蠻高的 他說老師為什麼你要先賣 他不是創新高嗎 創新高的股票你要先跑一趟 像這種它沒有直系性 因為這種股票就是這樣 漲一動 漲一波快新高它回來 漲一波創新高它就回來 漲一波創新高它就回來 而且被動元件 在現階段來講 有些股票已經漲很多了 我們來看 今天它就漲不動了 對不對 今天有很多人在介紹這一檔股票 你介紹這個算是入市的 所以說大家要知道 股價真的是 人家說實際上最高的股票 並不好做 就萬多錢金 跟以前的做法完全不一樣 以前你如果說 像以前你如果說做這個股票 你看這個量價倍率 這是創新高的 這一般人分明是創新高的 這次大賣又上去 你看13987 搞不好尾盤再跟你用一點力 就上去了 1400 那你有什麼辦法 是啊 股價漲 你股指數漲你未必會漲 個股的真的是差別很大 因為個股的位階不同 既然位階不同 所以在操作上 你絕對不要去做追高的動作 不要看到創新高你去搶 你就中獎 等到拉回買 它跑不掉 我一定會再拉給你跑 你放心 我們歡迎你參加 我們的Telegram 大家一起 Telegram 摩爾55168 LINEA 小老鼠摩爾55168 歡迎大家 我每天都會在這邊講一些股票 哪一些股票是主流 包括我的傳證稿 就講這些股票 哪一些股票是主流 你在紅地可以佈起 像望紅這一類的 像中美金這一類的 我都會講出來 那麼一直跌 漲不動 留那些小老鼠摩爾558 加入以後留電話 你有股票 你跟我講 我一定會跟你做一個 很好的建議 讓你真正的避開風險 在股票市場 我們有贏大家一起贏 我們祝大家 今天操作順利賺大錢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各位 再見 拜拜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